好了,各位朋友 現在是禮拜五的中午 11點多 11點零多 08分還是06分 我已經看不太清楚 我呢,剛離開這個濱江市場 我要慢慢的朝這個 明泉東山的麥當勞前進 今天是週五啦 是週末燙獎的 那我這週的週末燙獎呢 並沒有因為上週呢 跑到第四標 第三標的第四標 我也忘記了 應該是第四標 並沒有因為我跑到第四標 而拉高我的這個燙池數量 目前呢,第一標還是35燙 35燙就輕鬆囉 今天晚上我有事 所以我晚上是不可能跑 所以那我就只能跑中午 那我今天中午就順其自安的 順順的跑囉 好 先往麥當勞前進 因為麥當勞 就是比較會有短單的機會啦 OK 系統對我非常的好 我才剛到這個明泉東 這個 跟那個富北旁邊的全家買個水 單就來了 一次來兩單 開心 好的各位朋友 剛剛在群組 應該講說昨天 今天凌晨啦 還是昨天晚上 就已經看到群組有人在share 就是分享那個電商單 沒有錯 這個UberEats 已經跟這個台灣的這個知名電商合作 所以之後呢 UberEats的這個司機夥伴呢 就有機會可以接到電商的單 那剛剛呢 我在那個群組裡面看到 這個一位司機夥伴呢 偷出那個 那個 他去收電商單的那個照片 哇 那個不得了啊 那個 箱子是比大的齁 那簡單來說就是 有想要拼這個電商單的這個UberEats夥伴 最好要準備那個彈性綁繩 這樣 因為你的這個 因為你接的單 很有可能是 都在大箱外頭 需要綁在大箱外頭 他不是小件小件的 不是可以放到大箱裡面的 這樣 好 我又接到一單的Subway南京 接 唷 這台漂亮 這台漂亮 各位有看到嗎 這台是那個Honda 跟五印兩品的 合作的 剛剛那個姑娘應該是UberEats 我看到他可以放在前面那個 哇 這台我就想買了 好我先專心過馬路 好我先專心送餐啦 嘿嘿嘿 待會再廢話 那我剛剛看了一下 這個UberEats 放到這個收件夾的訊息 這個電商單呢 基本上來說 只會出現在非餐期的時候 也就是 非餐期的兩個小時 會有單 這樣 因為UberEats 講 應該是認為就是說 終究他們還是一間 呵呵 這個送餐的 盡量不要影響到送餐的業務這樣 然後呢 疊單的部分的話 就是四單 最高到四四單 當然是我覺得 這個 呵呵 UberEats 這個態度就是讓大家盡量賺 他們公司也會賺吧 這樣 呵呵 那我覺得這個是好事啦 因為 有能力的人 就給他充到十字單 這個也沒什麼不好 這樣 那是固定區域 配送的範圍是固定區域 簡單來說就是 很有可能 你說到的單 都會是 士林區 或是 中山區 或全都大同區 這樣 目前我看到 這個 信件 訊息 是這樣子啦 那 我是 直接解讀為 簡單來說就是 固定區域的這個 這個送 發送 那這也是好事 因為 你要是送固定區域的話 你要很厲害 你很熟這一區 那你 一口氣接了十字單 那你兩個小時 這十字單一定有辦法消化得完 這樣 那我是認為說 勇者是可以挑戰看看 那我目前 我是腳踏車嘛 呵呵 我就不太可能挑戰這種單 這樣 喔 所以我認為這應該是 機車的司機 會 會比較有力 這樣 那當然 我看一下 喔 它寫很多 我會建議大家 就自己 點到你的那個 Uber East的APP 然後點到縮件夾裡面 會自己去 進去看 這樣子 這樣子 它會有這個Uber Uber 那個 優物流的這個 這個說明 這樣 那其實這是好事啦 因為 這樣子大家都可以多賺一些錢 這樣 但不太知道 它的這個費用 大概是怎麼樣計算 因為目前 它這裡面是沒有 那我得再看看 是不是 群組內有一些司機 已經接到定家 這樣我才會知道 這樣子 不過我是覺得 大家都可以 就是自己評估看看 呵呵 因為 因為當你開始 那個 那個習慣 收送電商的部分的話 可能你會還蠻喜歡那種感覺的 因為我年輕時 我也做過快遍 大概都是 就大概都是這種東西 各大小不一的包裹這樣子 然後 在 在 沒有 我那時候跑的是 全區喔 不是固定區域喔 固定區域會比較好跑 說真的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已經快到我的 這個好朋友的地方 Subway 哦 這邊有這個 好啦 我也幫你拍一下 好 OK 才剛 才剛講說可能斷單了 沒想到單就來了 好 我要去取餐了 明泉東 二的麥當勞 好了 各位朋友 我剛在那個 明泉東 這個 松江 接到了一單麥當勞呢 靜靜的 從明泉東 送到明泉東 嘿嘿嘿嘿 哦 這個麥當勞呢 是幾號 我忘記了 反正就往這個 新生北路方向送 很近 目前是1點11分 1點13分了 我已經送了11趟 11趟 今天呢 算是小 有點小無縫 然後還能夠讓我就是 鋸了兩單 這兩單 就是這個 一單3公里 一單是5公里多啊 我都把它鋸掉了這樣子 啊 目前 目前這邊應該是 其實我也不知道啦 反正 反正可能 可能斷單吧 我也不曉得 目前我在這裡比較靠近 晴光市場 晴光市場 不知道有沒有單 呃 11點 沒有 1點14分 11 12 其實也過了午餐的餐期啦 應該今天就這樣子啦 那我想我就準備下線回家 今天晚上有事不跑 明天再跑 不過今天已經跑了11趟 相當的不錯 因為我這個 呃 周末的這個第一標 唉唷 這邊我看一下 它有一個新的東西 喔沒有 周末的這個第一標呢 是35趟 我已經跑了11趟 喔 明天再完成這個24趟 喔 就明天午晚餐拼個24趟 喔 我第一標的這個營餐 我就拿到了 嘿嘿嘿 還不錯 感覺蠻OK的 好啦 廢話不多說 我就慢慢的騎回家啦 喔對阿 補充一下那個電商配 後來看了一下 其實 呃 在台北市跑的朋友 應該不用太擔心 應該接不太到電商配的單 因為 PC Home的這個倉儲 台北市好像沒有 嘿嘿嘿 剛看了一下 就群組好像都在三重 喔 那接單地點都在三重那附近 喔 啊所以就是 有 譬如說像現在 午餐跑完 有 有想要拼電商配的朋友 就可以往三重去 喔 大概 大概抓 大概抓一下那個位子 然後 然後就往那邊跑這樣子 大概就沒有什麼問題了 應該就可以接到那個 電商配的單 喔 反正 也是個不錯的賺錢機會啦 喔 雖然說剛剛看到 平均一單大概是二十多三十塊錢 因為剛剛有 有一位 喔 在群組內有一位外送夥伴 他就貼了一單 齁 十趟 喔 兩百八十多塊錢 嘿嘿嘿嘿 平均一趟不到三十塊 不過我是覺得這個東西就是看個人啦 這樣 喔 反正就 這個 餐期跟餐期之間就加減多個收入啦 好啦 那就先這樣子啦 明天繼續